一家人出去吃飯 有時都會想找一間體面一點的酒樓 最近上環就有一間 主打江蘇名菜的中菜廳開業 環境大方雅致 設有八間貴賓包商 私隱度高 菜式方面是江蘇菜和江藍菜為主題 也加插了海鮮或另類的做法 江蘇菜刀工和鮮 一個河鮮的鮮 以四季菜為指定菜種 比普通菜種吃出來的味道 比較四季上身 江蘇菜花時間又考刀工 所以平時上吃都不容易 椒鹽百步鴨 就是在江蘇那邊演變出來 那時候叫紅燒百步鴨 現在我們始終口味 很多人喜歡鹹香或那個味道 我們轉為一個叫椒鹽的做法 令到客人多些去嘗試新東西 裡面的材料有這個 事實 有一個清的河蝦仁 還有兩頭烏的金華火腿粒 也有瑤柱 加上糯米 還有有鴨肉 還有筍 還有筍 冬菇 加上糯米 加上八種材料 洋立鴨的肚子 經過三個小時的烹調 炸了之後就上台給客人去吃 因為附近雞的前身叫做黑衣雞 我們現在是改變了很多 是繁複這隻雞做出來 大概中數方面的話 要四個小時至五個小時 所以我會給客人一個要求就是 先預定才可以吃得到這隻雞 這隻雞不是說 好像外面粵菜那樣去吃滑口 或者去吃叫做鮮的 它是化入口即用的那隻 所以它叫叫化雞 如果喜歡吃海鮮 就要試下這一味 松鼠菊花桂魚球 廚師選用一斤半大的桂魚 芥花切成菊花狀 炸至香脆之後 再配上酸甜的糖醋汁 外皮酥脆 魚肉鮮香軟嫩 而魚湯也不是一般貨式 用水富湖特大活魚頭 蝦滑、蘿蔔絲等等 熬製出奶白色的魚湯 味道鮮甜 營養價值高 另外還有精美的點心 同樣全人手包製 小籠包除了皮薄 還要餡靈 他們的小籠包湯汁 就用了新鮮的老雞 和金華火腿慢煮24小時製成 入口飽汁之餘 還有濃郁的黑松露香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分享出版本的小鈴鐺 粉絲的小鈴鐺 請訂閱我的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分享出版本的小鈴鐺